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博奖 小编C 音水啸 第1077章 圣人神旨 莫无忌和离天神王等人都没有开口 他们只是静静聆听着昆韵即将说出来的神位 昆韵发了句牢骚 脸色再次转为凝重 神位并不多 每一个神位的争夺都是一部充满血泪的杀戮石 除了一些不被承认的自封神位之外 真正的神位有八圣人 四道军 三三圣 十二神地位 正神一百零八 直神一百零八 其中一百零八正神 包括了三十六部 七十二方 在这些之外 还有各方小神 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人 这一番说下来 离天等人听的是目瞪口呆 莫无忌却说 昆韵老哥 按照你这种说法 神位也不少啊 昆韵冷笑一声 神位不少 哼 你知道浩瀚宇宙有多少 强者为了竞争一个小小的小神之位 区区一万多个神位 你居然觉得不少 昆韵老兄 既然你也有神位 那你的神位是什么 我本是三十六部正神之一 只是依然没有逃过大两劫 差点神魂俱灭 但是只要我还在一天 我的神位就不会被人轻易夺走 离天等人文言纷纷站起来再次躬身失礼 莫无忌的心里震撼不已 他可是知道昆韵之强 这样强大的一个家伙 居然只是一百零八正神中的一个 按照他的想法来说 就算昆韵不属于四道君和三三圣 那至少也得有一个神地位吧 看样子 除了圣人 十二神地位 四道君和三三圣之外 同样也是一方绝世强者 怎么样 被吓住了吧 无忌老弟啊 好好跟我混 等我夺回了属于我的神位 我肯定帮你弄个小神位来 昆韵老哥 我以为你就算不能混个圣人 至少应该混个神地位吧 没想到你居然只是混了个正神三十六部 还被轰碎了肉身 躲在低级外面狗活 你 昆韵被莫无忌差点气到吐血 什么叫只混了个三十六部 当年他昆韵的名声说出去 哪个不是公身道地 三十六部很容易吗 亿万强者中脱颖而出 要冲破多少桎梏 经历多少磨难呢 莫无忌说起来却好像根本不值一提 莫无忌一白手 别激动 我只是激励你再进一步而已 哼 再进一步 你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你知道再进一步是什么吗 别说是十二神地位 就算是三十六部之首 也都是那些接近圣人的大准圣获得 我只是机缘巧合 才得了三十六部一席之地而已 昆韵老哥 你说吧 想让我怎么帮你 我这次帮定你了 而且我也想去看看 这些神尉能不能弄来一个做作 无忌老弟 有了你这句话 我昆韵就有更大的把握 那次亮节之下 我的确是肉身溃散 但是别人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 很多人甚至连元神都没了 这就是你将来的机会 说到这儿 昆韵看见黎天等人羡慕的目光 他黑黑一笑 你们的道徒太过平凡 不过 只要我能坐稳三十六部 无忌老弟也能弄到一个神位 将来你们卫裂神般也不是不可能 当然 在无忌老弟和我一道离开之后 他凡人宗的事情就是你们的事情 凡人宗关系到无忌老弟将来神位稳固的程度 所以也关系到你们将来的前途 文听此言 温明阳和摩海几乎同时站了起来 前辈放心 莫宗主也请放心 你们离开之后 凡人宗就是我神界最重要的宗门 莫无忌对离天几人抱拳 我妻子失落在神界 我和昆运老哥一起离开之前 需要寻找到我妻子舒音 还请几位道友出手相助 昆运有些无奈 他知道 想劝阻莫无忌寻找存舒音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莫总主 你的妻子是 离天连忙问道 尽管他们都以为莫无忌的道理是屈优 但刚才莫无忌明明说的是舒音 这样的事情 他们又不好公开去询问 莫无忌抬手画出了一个影像 这是我的妻子陈舒音 她应该来到了神界 只是她的消息 再到葬神谷边缘之后 就寻不到了 莫总主放心 此事教育我 很快会给你消息 离天非常干脆地说 说话之间 他已经扔出了好几道飞剑 莫无忌对离天的话 倒是没有怀疑 好歹离天也是当年神域第一人 不说一呼百应 但在神域仍旧有着极高的地位 按照莫无忌的想法 他打算花半年的时间来寻找存舒音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仅仅半天时间 一道传书飞剑就冲进了凡人宗 落在了离天的手里 离天看见了飞剑上的内容后 面色一变 莫无忌顾不得礼貌 神念直接扫进了传书飞剑里 飞剑上的内容非常清晰 当年有人看见了一个 和莫无忌提供影像一样的女子 独自走进了葬神谷里 莫无忌顿觉脑子嗡的一声 岑淑因进了葬神谷 为什么 难道他也是被人逼进去不成 只是莫无忌此时 已经来不及调查 岑淑因是如何进去了 他需要立刻再前往葬神谷一趟 昆云一看莫无忌的表情 就暗道不好 他的神念扫如飞剑 便是莫无忌的心思 果然 莫无忌接着就对昆云一抱拳 昆云老哥 只是对不住了 我暂时不能陪你一起去 我要去一趟葬神谷 说完 莫无忌又画出了问栏女帝 和林姑的影像交给了黎天 请求黎天继续帮他调查 昆云面色有些难看 但他并没有发作 而是沉声问道 无忌老弟 天下何仇没有道理 神位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神界修复 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去做那件事情 恐怕将来再去 我们连洗脚水都喝不上 莫无忌摇了头 连反驳昆云都没有心思 葬神谷他必须要去 葬神谷确实化成了一片平川 但莫无忌并没有死心 因为葬神谷还有一个石窟 根据天奴的话 那个石窟很可能是葬神谷的生路 原本他要寻找陈淑英 还有凡人初见 所以才没有进入石窟 现在既然知道了淑英也进入了葬神谷 那石窟他自然就必须进去 昆云只好说 我要去的地方 其实也是葬神谷 只是那地方有些特殊 要不这样吧 我陪你一道去葬神谷寻找一趟 实在找不到 就和我一起过去 帮我完成我的事情 如何 莫无忌毫不犹豫地摇头 我要去葬神谷的一个石窟 那里进去之后 能不能出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 你居然知道葬神谷有葬神窟 昆云精益地说 我要去的地方就是那儿 可是你怎么知道的 那个地方绝对不会出现才是啊 昆云说到后面 自己也皱起了眉头 本来他需要莫无忌帮忙的地方 就在葬神窟 但是他肯定葬神窟是不会出现的 既然葬神窟不会出现 那莫无忌又是如何得知的呢 莫无忌正想说 自己寻找的地方并不一定是葬神窟 就在此时 一道金色的光芒突兀地落下来 直接落在了寂灭海之上 哪怕是众人坐在凡人中的楚风 依然可以看见那道遥远的金光 金色的光芒很快形成了一个金色的阶梯 接着 一个浑厚的声音从阶梯上传了下来 传罗须圣人神旨 恭贺神界规则修复 现圣人将完善神界尊碑 宣化神道 令神界一切宗门联合建立神塔 神塔高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丈 神塔需用修复神界规则的 开天裂缝获得的材料 神塔建立完毕后 需植入开天极品神灵脉四十九条 名为朱神塔 朱神塔完成后 罗须圣人将奖励数个神位 皆为在朱神塔出力最大者 有机缘获得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子和粘水笑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